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动宽屏基地台电磁波量测研究说明会 委托第三方国立云林科技大学来量测 结果最大数值远低于国际参考值 离清民众对基地台电磁波安全的疑虑 民众对基地台的电磁波疑虑实有所闻 也发生不少抗争拆台事件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为消除疑虑 委托第三方国立云林科技大学 选定全台34座基地台测量 结果显示民众的健康 受到电磁波的影响微乎其微 比如我们这边团队里面 针对全台34座的基地台做量测 那量测结果的最高公寓池 是为国际标准值的0.0388% 换句话说我们的量测的结果 远低于国际标准的限制值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量测的 整个电磁波的感觉 会比各位家人在我们家里面用的微波炉 或者是其他的家电用品还更为安全 跟手机相比的话 手机当然离基地台越远的话 它的发射的功率也就会越大 所以建议我们这边 整个基地台的涵盖率要越高越好 那也让民众使用起手机的话更为安全 另外NCC也说明 手机若距离基地台越远 发射的功率越大 对人体的电磁波风险较高 反而建置基地台可以让手机 无需发射大功率 对人体影响较小 同时也提升国内行动宽频广速竞争力 前的五月 那个彰化和美 那个干井里 那曾经发生过有 那个就是一个基地台 那那个屋主 他这个李明跟他抗议说 你的房子上面有一个基地台 要求要撤除 那当时这个一撤除之后 整个李的那个手机就没办法打通 还有没办法上网 所以当时就透过这个李明大会 然后就通过说应该要再盖回来 那再盖回来 那原来那个屋主就不愿意盖 那这个时候我经过我们这个NCC的中区处 这个处长也很积极去促成 那后来跟县政府 在这个就取得一块这个土地 那盖了一个单独三个业者共购的一个基地台 那另外因为这有前瞻计划的补助 我们就把它再加上这个发电机 就变成一个防灾型 就是说如果今天那个万一有停电 或者说我们发生一些重大事故的时候 它那个发动机会马上开启 那维持这个电 那个手机的畅通 就是等于 它至少可以在72小时之内 透过这个电池还有发电机 那让这个手机是畅通的 所以一方面我们也维护了这个民众一般 就是手机的权益 一方面我们也促进了这个 在当地就将来万一发生防灾 灾害的时候 可以维持手机通讯上的一个安全 这个其实也是跟当地的一些 可能民意代表 或者说一些民众的一些 错误的观念有关 大家觉得这个 我们这个里有发生过几个 这个可能有里癌的事件 大家就归因于这个基地台 那我想这个在我们今天的一个 量测报告 今天的量测报 其实是我们NCC 就是成立以来第一次 所做的一个 又透过这个第三方的学术机关 做的一个量测 那这个量测的结果也显示说 其实我们民众不需要 这样的一个恐慌 因为我们台湾的目前 基地台的这个 电磁波的量 是远低于国际标准的 未来要让5G通讯普及 NCC也提到 还会增加微型基地台 考虑结合路灯 政府公共设施 让基础建设更为完整 这个其实我们两年前 就已经开始着手在这个 法规上去修订 这个我们的基地台管理办法里头 就其中有一项就是 微型的基地台可以设在 路灯杆或是耗资杆上 那甚至桥梁车站 那这个是因为都是地方政府的 一个主管圈证 所以之前我们也透过地方政府沟通 那等到他们真的有这个需求的时候 他们会整批的去 比如说我要建构在哪里 然后去跟地方政府谈说 我祝用你的这个耗资杆 祝用你的这个路灯杆 那这样要多少钱整体去驾行 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我们乐见 未来各个地方政府都能够开放 它的这些公共设施 来让我们的基础建设能够更完整 我们的基地台管理办法 等于已经可以让基地台业者 来申请这个基地台的一个设置 等于已经取得了法规上的一个合法性 那当然这个主要的权责机关 还是在地方政府 他愿不愿意把这个公共设施 释出来 然后让业者来设置微型的基地台 NCC期盼透过量测数据 消弭民众对基地台电磁波疑虑 若住家附近有基地台的民众 也可以透过电磁波服务专线 有专人到现场量测数据 降低民众恐慌 在时代进步享受网速科技同时 不担心影响健康 记者温文君台北报道 台师大与中家宽评持续合作 推广媒体素养 今年再推两款新桌游 分别是假新闻查核 与媒体禁用权两款主题 也欢迎民众免费下载列印游玩 三五好友聚在一起玩桌游 台师大与中家宽评持续合作 推广媒体素养 今年透过桌游工作方的举办 再推出两套媒体素养的主题桌游 假新闻查核桌游的设计成员指出 玩家可透过卡片上所提供的图文线索 来判读资讯中哪里怪怪的 借以学习如何从细微线索中来辨别真假 标信立这一款桌游 主要就是玩家会扮演记者的角色 然后会透过观察新闻事件的图片 会得到一些线索 然后最后对这个新闻事件下出他的标题 那其中比较有特色的部分是 这些题是有可能是有对有错的 只有像是新闻记者在搜集讯息资料 或是阅听人在观看讯息的时候 都一样是有可能有对有错 那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大家能够 透过自己多方观察 然后搜证资料 查证之后最后才能够得到最精准的事实 最好玩的地方就是 大家写出来的标题都会很好笑 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很离奇 但又蛮合理的一些叙述出现 然后可能最后发现答案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一回事 可是配上那个新闻事件图片 就非常非常的合理 这是也许林山就是公共频道 跟一般频道上 看你想要把你的贴文 发布在公共频道或者是一般频道上 好那假设我今天要放一般频道 另外一套媒体禁用权主题桌游 玩家则透过扮演影音创作者 产制不同类型的影音内容 获取更多的声量 模拟当代新媒体环境 可能遭遇的状况 那我们设计这款游戏的目的呢 一开始是希望可以推广公用频道 让大家认识它的存在 知道它有什么好处 以及它目前遇到的一些困难 那在游戏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也就是让玩家们扮演创作者 他们会在这个一般的频道上面 以及公共频道上面去发布 他们的一些内容 那这些贴文或是内容 会因为一些就是情况的发生 所以它热度会上升或下降 那上升下降就会影响到 他们最后的流量 那最后的这个流量或声量 就会是他们的胜利的就是得分 那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就会有一些策略的取舍 像是炒作或者是 可能过气的情况等等 那他们就会可以体验到 就是在真实世界中的创作者 所面临的困境或者是一些取舍 那游玩的过程中 玩家们可能会逐步的发现 就是虽然在一般的盈利频道里面 可以获得很多 或是很快速的 就是红利或是声量 但如果遇到一些 就是平台的政策改变 或者是一些外力的影响 可能就会 它的发生的管道 就会被打压或是局限 那如果透过我们的公共频道的话 就可以有一个很公平 而且是已经可以被看见的 有保障的管道 然后他们依靠自己的创意 去设计出了两款游戏 然后在这两款游戏里面 我觉得必须很自豪的说 他们做的游戏 并不是我们常见 很多人会去做的 套版型的桌游 也就是已经拿现有的游戏模板 把他想要讲的东西塞进去 然后把配件的名称改成 这就是频道 把那个配件的名称改成 这就是媒体公司 他们是自己从零开始去 做出了这两款游戏 所以我会期待大家很有机会的话 可以去试玩一下 台师大也积极将玩桌游 学媒体素养 推广到校园中 受到师生的喜爱 我原先的时候 丙红老师和惠惠 他们带了一组桌游来 结果所有的小朋友 就等了学习的那一堂课 然后惠惠他们带了六个助理来 然后丙红老师来那边 一来就是一整天 然后不管这个刮风下雨 我记得有几次 激容真的是下雨 但是我们的学生 有没有发现 没人缺席 而且大家玩玩玩 玩到了 以前每次上课 同学们都会讲说 因为我们学校蛮大的 所以男生有时候上课 他们就会觉得 要上课 他们就要离人走 可是他们玩桌游的时候 是玩到都已经课 下一堂课都开始 他们都没离开 上到中午了 他们还在那边玩 然后最后他们还会拍照 然后他们赢了这样子 那后来等到每一次上完这个桌游课之后 我就会跟同学们再了解一下 他们到底在上一堂桌游玩了什么 你要知道说游戏这件事情 对于像这些理工老的人来说 其实那个植入还蛮有效的 媒体素养要深植人心 要进入每一个学生的daily life 那我觉得也许用游戏的方式是一个不错的角度 台师大表示也欢迎民众到计划粉砖 台师大媒体素养教育基地活动推广计划 或台师大媒体素养教育基地媒体金融计划 申请下载列印游玩 从游戏中来提升媒体素养力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受到少子化的冲击 学生人数逐年递减 反映在产业端 企业备受缺工缺财之苦 而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企业对于技职人才抱高度好感 认为技职人才具备有工作实务经验 及热忱的学习意愿等工作优点 就读古堡家商高三的李同学 从高一开始便透过建教合作方式做中学 年纪轻轻的他已经具有美法秉级证照 距离毕业还有半年 就已经确定被建教合作机构继续留任 就读至光商工餐饮科的陈同学 则是因为学校采取在餐厅做三个月 回校上课三个月交错的学习方式 才一年级的他就已经有机会进入连锁餐饮集团工作 我提早进入职场会比同龄人来得更成熟 也能够更提早熟悉业务 会提早为自己找到目标 找到一个努力的方向 一开始有怀疑过自己为什么要选这条路 但是后来进入职场之后发现自己也没有排斥 也蛮喜欢越来越上手之后就蛮有兴趣的 一开始选这个是因为有兴趣 然后就是后来听家人的就是建议 然后后来就是读了这个科系 也没有觉得就是会比一般人输怎样 就是自己有努力过就好 就是多了一个技术吧 因为如果是去读一般的话 可能就是会读书 可是如果我读 因为我自己不是很会读书 然后所以我选择了一技之长 就是选择了这个的话 会让我觉得至少我会有一个技术在 就是不会流失不会走的 会念技职学校的学生 大部分都比较自信心比较弱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一定除了专业技能给他之外 一定要透过校内外大大小小的比赛 来建立他的自信心 因为很多学生在国中之前是 几乎不曾上台领奖状的 等他参加这样一个技职教育的大小比赛之后 他发现他找到他的舞台 从这方面我是觉得 整个学习当中 他动力会越来越强 那越来越强 就会展现他人格特质的部分 他就喜欢学美容学餐饮 一旦学进去你会发现如鱼得水 你会发现过去他对于一般科目学习 没兴趣的就是比较唯唯诺诺的部分 在念了技职教育之后 你会看到他发亮发光的很大的这方面 除了在学校给他之外 我们也会透过一些校外的业界参访 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尖教厂商 还有大学端有认识更多企业 在每学期办校外教学的时候 我们会请大学端的 透过他们知道的这样一个产业界的 也请学生去看 因为毕竟我们高职的视野是比较狭窄 大学端会让学生看到 原来大学这么大 除了专业设备之外 看到这么多企业 他们会慢慢对于这个行业 这个职业会越来越憧憬 更加深他未来可能会继续升学 或是就业的一个原动力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少子化冲击有6成5企业缺财 其中最缺乏机械 电机 商馆等类别人才 而企业对于技职人才具有好感度 一般大学起薪30952元 科技大学30849元 以新鲜人来说起薪差距不大 其实因为在技职生部分 他们在很早的时候 就已经先有做过产学合作 然后也等同于是提早进入职场 所以他们在整个适应能力 应变能力还有配合度上 都相对要来得比较高 所以也有很多的企业主 他们会去选择高中的技职学生 也是不无原因的 过去我们知道在科大 还有高中职的薪资方面 可能跟一般的大学 是有比较大幅度的落差 但是我们发现在疫情的这两年 尤其在今年因为大缺工的关系 所以整体的薪资幅度 要上升了有5%左右 所以我们也发现说 这中间的落差值 其实一般大学跟科技大学 落差只剩下大概是100多元 但是如果是以高中职 跟一般的科技大学来说的话 这落差大概是落在1500元 其实这个落差幅度 也比前几年要小了非常多 好那我们知道说 因为这个国际的这个半导体 相对来说非常的缺工 也一直在对台湾的半导体人才招手 所以呢其实台湾的半导体人才 这些大厂都纷纷寄出非常优质的福利 还有薪水 为的就是希望可以能够吸引他们 或者是留住这些人才 但是目前呢 虽然已经把这个触角 从一般的大学延伸到科技大学 但似乎这些人才缺口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补上 所以目前呢 这些科技大厂也已经把他们的触手 升上了这个高中职 希望可以提前部署 从高中职的时候就开始培育他们想要的人才 在2021年跟现在比较之下呢 我们发现说呢 在年增幅度上 高中职的人才 在这个半导体 他们的稀缺度来说 半导体他们想要这个高中职的人才的职缺 在上升年增幅度是来到了133% 那这个幅度其实很惊人 尤其整体的职缺是来到了上万的职缺 所以相对来说呢 我们也发现说有五成的企业主 是真的有在跟这些高中职的新鲜人来做配合的 就我们这边在这两年 如果说平均下来来看的话 一般大学生的这个薪资成长幅度相对来说是没有这么的明显 大概会落在2%左右 但是如果是科技大学或是技职学生的话呢 他们的薪资成长幅度相对是比较大一点的 要来到5% 调查也发现有六成三的企业会给予有证兆的人才加紧 另外有四成企业曾经加入产学合作计划 显示严重缺功下 极占力强也成为新鲜人的一大优势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台北指南工与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 举办免费的保肝筛检活动 邀请到肝胆肠胃专科医师 为前150位民众做免费的腹部超音波检查 也提供年满30岁以上的民众免费肝炎及肝癌筛检 艺人李芳文因为工作关系 日夜拍戏生活作息不固定 日前左下腹部闷痛 发现多颗息肉 目前正做进一步检查当中 让他深感健康的重要 他周末到台北指南工保肝筛检做代言 呼吁大家不要找任何忙碌做借口不去检查 早期发现疾病都可以早期治疗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喝酒都干硬化的 这几年啊 然后什么因为长期的破劳啊 吃太好啦 胆固醇啊 我都觉得说告诉自己 我们要爱自己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定期的检查 请问请问你 因为以前都不敢面对医生跟检查 是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经纪人 他会常常督促的我 去因为我这几年我平常心讲 我很怕到医院 我怕检查个万一怎么样 我会怕 对不对 所以 你不要笑我 我相信在场一定有很多人 然后会有这种心态 但是我觉得没关系 我们预防胜于治疗 我们不管怎么样 先检查 真的有什么问题 再治疗 现在台湾的医疗这么发达 怕什么 很难就是 对不对 所以呢 去年 我的经纪人就带着说 发问 你已经好几年没检查 去检查 一检查 哎呀 不得了了 大肠洗肉割了12颗 12颗啊 对 你生活过得很好 生活过得很好 你怎么吃 我真的惊呆了 对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吃的原因 还是我饮食作息不正常 我也不知道 因为工作的关系 或许是家族遗传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呢 我就乖乖的 这一年 是去年12颗嘛 我今年呢 上个月我刚检查 很好 进步 只剩6颗 因为今天呢 我们这一场 这个免费的肝癌筛减 还有腹部超音波 如果没有在做 所有朋友的大力帮忙 大家很多都是熟面孔啦 对 没有你们的大力帮忙 没有办法有 今天这一场活动的诞生 但特地要谢谢 我们这个指南公 然后呢 还有 我们的这个干机会 当然啦 我们这么多年 我们在推广 肝癌肝病的 这个预防 还有筛减呢 我们是不遗余力 那当然指南公呢 我们主寺是 吕洞宾 吕祖先 对不对 那么 但是呢 我们这个吕洞宾 他一直有告诉大家 我们要走正道 我们要教化 我们要行善 那我们干机会 刚好 我们在这么多年来呢 我们都是走正道 走大路 因为呢 我们一直在教化大家 对于干一个知识的预防 但是 我们 也常常走小路 因为呢 很多的偏乡 没有大路 我们只有小路 但是呢 我们既然这不管大路小路 我们做了很多很多 帮助大家的事情 藉由筛减 发现很多人 不晓得自己 干有问题 因为干没有神经啊 所以如果干顾得好 就仿若我们这个 猫空缆车 一路平安啊 然后可以去那边泡茶聊天 但是如果干顾不好 你就像坐云霄飞车啦 我们这个人生呢 会有很多惊声尖叫的地方 即使天空不作美 在寒冷又下雨的天后 民众还是踊跃参加 免费保肝筛检 玩起袖子抽鞋检查 今天的话 就是因为有这个免费的 这个肝脏的这个筛检啊 那因为 第一个就是免费嘛 啊然后 第二个就是说 它不只是 就是肝脏的素质 那一般的那个 癌症的一些素质 它也可以显示出来 那我是觉得 这个是蛮好的一个活动 对那也是对 所以回馈这个 这个礼民啊 对啊 那对这个公立活动的话 当然也是 虽然天气很冷嘛 但是还是想要 支持一下这个样子 我认为这是一个 很好的活动 能够参加抽血 那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是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非常乐于啊 要进行这样子一个 健康检查活动 今天我们来参加 指南宫跟台北好心肝 一起办的这个 很有意义的一个 抽血检查 跟腹部超音波的活动 我们大家礼民都很热情的参与 虽然说天后状况不是很好 可是大家参与的程度 非常的热络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 透过这一次的活动呢 往后每年都可以 再继续举办 然后扩及到我们更多的礼民 那让我们附近这几个旅的 一些礼民都能够受惠 对因为第一次办 我们也不想要大家 能够得到这么大的回响 非常的好 那我们礼民给我的回馈也觉得说 这个活动对在地的礼民 非常的有意义 那我们希望能够继续能够 扩办下去 肝病每年夺走上万条性命 因此抽血筛检是基本动作 筛检出的B肝C肝炎患者 一定要再做腹部超音波检查 才能确认肝脏是否健康 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 跟指南宫这边共同来办这个活动 所以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也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希望将来呢 有更多合作的一个机会 那天使呢是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办活动 高主委刚刚也讲过 应该下雨才是正常的一个现象 而且是很好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我相信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我们今天比我们意料的 人潮来得多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和 那也很高兴我们很多福伦社的好朋友 大家过去以来 我们干机会的活动呢 都成盟我们很多福伦社的好朋友 共同的协助 才能够让我们在全台湾 本岛离岛 我们办了八百多场的免费的筛检 我们的演讲超过一千次以上 同时呢 我们在去年开始 提倡这个富富超音波的 我们这个全岛一干的这个活动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因为在台北市 我们的慢性肝病 在我们的这个主要的死因当中 已经占到了第十四名 那以及在癌症的这个部分 主要死因 肝癌是在第四名 所以像肝病刚才主持人有提到 是没有声音的 早期发现非常重要 所以在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筛检活动 非常有意义 这个雨啊 代表就是说 陆后啊 一个上来山上有仙气 所以有云有雨 代表旅主很开心 虽然在造成大家 一点点的不方便 但是看到今天的盛况啊 我想啊 代表浙南公共管理委员会 再次欢迎 同时感谢大家 我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其实这个缘起啊 是Chris啊 以及我们杨岳虎杨董事长 我们讲很久了 但是也遇到这个疫情的关系啊 我们延了好几次 但是选择在今天啊 我想有特别它的一个意义在里面 所以整个文山区 我们20个的里长 带领了我们的李林 以及我们政区长啊 带领了我们文山区啊 我相信 南公是旅主的道场 旅主讲的是 修信修命 修心性啊 但是不只是要修心性 还要照顾好你的生命 B肝代源者已有药物可控制 C肝更是有极高治愈率的药物 这些治疗费用全部健保给付 因此肝集会呼吁 BC肝病友 尽早接受治疗 持续结合社会爱心上款 从事肝病筛检活动 努力找出潜藏BC肝患者 提升民众保肝意识 期望在主动出击之下 有效提升民众就义意愿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HOME PLUS中佳宽屏在地影像赔利与针剑计划开始啰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公布奖励那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佳新闻FD粉丝团 或扫描针剑简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富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台湾癌症发生率年年创新高 更坐稳了十大死因的榜首多年 癌症关怀基金会议自2011年开始 积极研发帮助抗癌防癌的饮食指导介入模式 经过长久观察 癌友们的指数进步生活品质也提升 显见健康饮食的生活是抗癌重要的关键 癌友饮食指导专班至今已开办共37个梯次 癌友们在营养师用心指导后看到许多正向成果及激励人心的回馈 他们透过每日撰写饮食记录本 包含餐食饮水量排便与运动等 经长久观察身体指数与生活品质均有改善 今天是一个我们大概是努力了12年的成果的发表 那每次我们看新闻都是哪一位艺人 疑癌过世好可惜哦 那我们今天是一个正面的消息 让大家知道是其实抗癌防癌很有方法 那这个方法是我们历时12年的研究 那已经办过非常多 才照过了超过1100位的癌友的一个很好的成果 发现四大指标有改善 你只要能够把饮食掌握好 尤其是离癌的人千万记得不要瘦掉 不管你本来的体重怎么样 如果你现在正在做治疗期间 是千万不能瘦掉的 那所以呢 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一定要按照营养师的设计 那设计好好的努力去达成守住体重 这是第一个关键 当你这个部分做好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什么呢 你就会发现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体重管理搞定了 比方说我们的成果呢 太瘦的学员 哎 体重上来了 那再来呢 如果太胖的学员 也能够小心的减重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很多抽血指标有明显改善 你会看到我们很多人就聚焦在癌症治疗 可是呢 三高怎么办 血糖啊 肝功能指数 这个很多东西都疏忽了 事实上这些指标 透过很好的饮食方式 不是只有抗癌防癌 其实三高这些问题也很严重 所以这个部分也应该一遍照顾 那我们的研究证实就是 哎 也可以有很好的成果 那第三个部分是说 我们的生活品质的部分 生活品质的部分 我们其实是努力的照顾他们 用爱跟专业努力的照顾好学员之后 你会发现他们自我感觉的这个自我 就自我效能的部分提升的 自我饮食管理变得很好 那再加上呢 他也发现他自己很像情绪的管控更容易了 整体健康的感觉 生活品质都有很好的提升 甚至睡眠品质疼痛或是这些不适的感觉 他都能够有一些改善 癌友饮食指导专班能有效帮助大家抗癌防癌 切经医学统计分析证实有效 首先第一件事 我们的照顾对象是 我们是照顾癌友 所以任何什么种癌别 我们都要都欢迎参加 所以我们的癌症癌别种类有30种 那但是统计下来 跟我们政府的统计数字相同 乳癌是第一名 占了48% 那我们也很头痛 因为看到那个数据 年轻乳癌也很多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也有我们学员过来 那你知道新闻上看到好多艺人 三十几岁年轻乳癌 甚至就失去生命 好可惜好惋惜 但是在我们的照顾当中 我们很多年轻型的乳癌患者的情况 都相当的理想 其实我们已经照顾了1100位以上的学员 这次的统计数字 因为包括我们的要送IRB的申请 所以我们统计的数字有701位学员 那包含北中南三区都有 是 对对对 所以这是史上的样本数最大的 那我们其实努力了12年 第一年在研发 然后一开始的是 我们一开始照顾是照顾多久呢 一年 那后来缩短成三个月 所以我们现在每一年的量 大概都可以照顾100多位的学员 北中南 那每一次照顾的学员 现在已经十年了 那还有我们的这个临巴癌脑转移 本来医生都要准备后事 他现在已经六年了 所以像这样的例子 我们真的很多 还有最头痛的是胰脏癌 大家都知道的是癌王 我们手边照顾好几位四期的 那医生的宣判是三个月到五个月 但是他们都超过两年 那虽然最终生命还是会结束 但是你会发现整个品质 他可以再利用这段时间努力去做一梦 所以我们有非常多感人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 简单来说 其实我们要教的方法就是 首先你一定要懂得要怎么吃 吃什么东西 量要怎么控制 可是呢 我们每天吃的饮食当中 难免都会吃得不对 对不对 所以有没有什么扎根的方法 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健康两杯 一个是就蔬菜水果坚果打在一起 那你就把很常常没吃到的东西 都一并打在里面了 那另外一个是 就是所谓的高牌豆骨浆 就是我们的豆子 黄豆黑豆浸泡煮熟 然后加上五穀杂粮打在一起 然后加上黑芝麻酱打在一起 所以这两杯是关键 所以怎么样优质适量 我们就用这样的方法教他们 然后每天检视他们的饮食技术 你发现越来越进步越来进步 然后从而有成效都跟着上来 那我们的饮食方法 实在很希望推荐大家 我们的方法就是教你 首先一定要三招四式 那三招讲的是第一个 你的心情很愉快 很重要 这个干嘛都大家可以想见人知道 那第二件事情是说 我们希望尽量选择食物 减少食品 就会减少很多风险的添加物 第三个是健康的四式 四件事情 第一个要多样 我们选择食物 我们就叫他们花七花八 要七个颜色 那再来呢 适量我们会教它黄金密码 为学员设计好它的分量 再来是希望全食物 希望它尽量选择 比方说带皮 带皮的话就有植化素 这个部分就会把营养素的含量密度 通通拉上来 癌症关怀基金会呼吁抗癌路不容易 越早落实健康饮食生活更是关键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繁忙的交通每天上演 有想过这些是如何运作的呢 另外台北交通管理的幕后实况究竟如何 在台北市交通资讯中心 可以透过AR扩增实镜 进行沉浸式的体验 还有公车模拟驾驶系统 及智慧停车等体验 欢迎民众免费预约参访 有人有行人要小心 坐上驾驶座 立刻变身公车司机 透过逼真的模拟驾驶系统 让参访者认识大行车 视野死角以及内轮差 位在台北转应站地下二楼的 台北市交通资讯中心里头设置 各种交通体验设施 像是可以沉浸式体验 行人闯红灯告警 以及协助视障者过马路的 交通控制区 还有鸟侃台北体验区 绿运输AR扩增实镜 智慧停车体验 与智慧公车站牌等 透过各种生动活泼的互动展示 让民众了解台北市的 交通建设发展 以及交通安全知识 这部分我们也是以墙面投影的方式 打造这个沉浸式体验 然后我们建构了包括了 新人闯红告警 以及协助视障者过马路 这两个情境 让民众可以更了解 我们最近一些智慧化的 就是计划的推动情形 那这部分的话 是外面这个鸟看台北体验区 然后这一区的话 我们同样用投影的方式 那让这部分是呈现了两支影片 一个是历史上的台北 我们截入了四个时期 不同时期的西门丁中华路的一个 街道的画面 那在智慧台北的部分 则是用空拍视角来介绍了 我们近期的一些智慧交通 包括像是动态号制 感应信号制 然后电动车地锁 或是像共享运居这些 我们智慧交通的一些成果 这个部分的话 则是我们的利运输区 这部分我们展示了 我们的U-bike 1.0跟2.0 那2.0的部分 还可以做个骑程体验 完成任务之后可以合一 这个部分的话 则是我们智慧停车区 那我们除了有载行政策 然后智慧行车这些之外 近年还新增加了 这个智慧停车柱 那我们就是模拟的 包括车子停放 然后可以缴费的这个流程 让民众更了解智慧车主 那这一区的话 则是大众运输区 那这部分 最热门的部分 就是我们可以模拟开公车 透过这样子实际开公车 让大家可以更了解 包括像是 大口车的视野视角 或者是内轮差这部分 来提升整个交通安全的宣导 那再来就是我们这边的话 可以直接看到B3 当然是我们的交控重心值班台 那可以直接看到同仁就是 针对我们交通的 就是即时的监控以及一些管制 然后也可以就是让东路人有更直接知道这些即时路况讯息 那我们这边平常就是有接待一些国外贵宾来参访 或者是国内团体要来申请也都可以 那近期的话也有蛮多是亲子团报 然后再带小朋友来这边参观 那这边就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预约规定 我们这边原则上就是要预约才来参访 那要透过我们的台北市市民服务大平台进行预约 那一个梯次的话最多是50个人 我们台北专专一楼的服务台报道 那我们的导演人员就会上去接待大家来参访 台北市交控中心这边呢 有一个交通运制中心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台北市从过去到现在的一些交通的一些发展 智慧的上的发展都在这边来显现 那现在又弄了很多体验区 然后我们欢迎这个大家预约来这边来参观 这里面也蛮适合小朋友我们有专业版 成人的专业版也有这个一般版也有儿童篇都有 那我们也会有导览 欢迎大家来预约 除了各项体验设施 交通资讯中心内还设有交控中心值班台 透过交通监控与管制系统 立即掌握台北市的交通状况 控制中心是二校是有派人在现场 那我们现在是我爱经营 他们主要就是透过现场的荧幕 跟我们的一些交通资讯 来判断有没有拥摄 有拥摄的时候 如果我们就会透过伊林群组 就是LINE群组通知交大情务指挥中心 请他们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到底那个拥摄是因为车流量过多 或者是因为这个有造势 那在市民大道上面 我们还有这个AI的这个造势的摄影机 那可以只要车子发生造势的时候 我们AI摄影机辨识出它是造势的时候 交大或者是这个跟这个新北或高工局的协情 都是透过交通中心的同仁 跟这个这些单位做互相的协议 把这些交通资讯通报之后 也让交通能够更为顺畅 想要参观交通资讯中心 只要上台北市政府市民服务大平台预约 平日满五人 假日满十人 都可以预约免费导览参访 完成体验还能获得精美纪念品 欢迎民众上网预约 再来是破案消息 刑事局破获昵称宏达资本的 代操股票诈骗集团 查获25名嫌犯盗案 布法金额近千万元 集团内车手更利用虚拟货币来洗钱 因此警方锁定目标 顺利将该集团查弃盗案 诈骗集团伪造年终尾牙颁奖盛宴 邀请函 企图营造获利假象 却还初心的打错字 刑事局接获民众报案 遭诈骗集团推荐投资平台 宏达资本 宣称代操股票 可获得高报酬 又使被害人踏入陷阱 陆续汇款一千多万元 被害人发现无法出金时 方才惊绝遭到诈骗 诈骗之后被害人把钱货进去 他们的资源线条账户之后 由车手他把这个钱领出来 领出来之后来到这个水房的阶段 他们全部就是 其实这个虚拟货币的买家 卖家和车手 他们都是同一个集团的成员 那只是说 他们都会虚拟货币的买卖方式 由一个交易的方式来规避洗钱房子法 来告诉 被警方查及道案就说 没有 我只是个避伤 我只是来做交易的 企图规避这个洗钱房子的作用 那实际上我们直接看 这个部分全部都是他们集团里面的对象 刑事局检查第一大队 接获报案 申 超乍电集团 来推荐 介绍一个国事平台 就是那个宏达资本 他声称是以带钞股票的方式 来扩取高收入的部分来进行诈骗 被害人陆续被返了 新来并1千1万人 经发现无法出经 只经绝遭受诈骗 请用现了一个追查来发现 该集团 系集团的干部 来招募 自愿性的一个人头账户 包括车手 还有一个收货手的一个集团的职员 那以交易虚拟货币的方式来进行诈骗 该集团甚至伪造在新级的饭店 来招开所谓的 联中尾牙的一个领奖盛宴的一个邀请函 来企图营造的一个集团的获益的一个奖项 另外也在冒入 盗取一个美女的图片 在赖的群组中的一个负责人的图下来进行一个自幻 来演示一个身份 借以来诈骗取信医被害民众 那经专案小组 建实机承手 在111年的11月16号 来采取一个居庭搜索一个行动 共查器 诚信主权等25人盗案 并查后相关涉案的一个手机 往银行金融卡存货的任务 经过刑事局的分析 诈骑的手保认为 应该要从犯罪的工具上面来管 做相关的管理 也就是从电信 网路以及金流 透过跨户位的合作 那我们特别锁定了 前五类的 这个诈骑案类 持续来加强来打击 那其中假投资诈骑类呢 是财损数最多的 也是我们 目前查器的重点之一 那为了保障民众的财产安全 刑事局再次呼吁 任何投资都应该 通过合法的管道 如果有标榜的高获利 或者是稳钻不赔的情形 都建议先拨打 一六五款诈骗的 诈骑专线 或者究竟 向我们派出所查证 警方发现车手 多以交易太打币方式 创造对话记录 营造有虚拟货币买卖假象 规避诈骑洗钱行为 全案历经数月侦办 逮捕陈仙的25人 以诈骑罪 违反洗钱防制法等罪嫌 移送侦办 记者李奇惠台北报道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 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 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物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似乎遗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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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集团关心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集合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您来看 进入卸任倒数 金融市长林友昌 12月13号与金融市府团队 开心的进行大合照 林友昌感谢八年来 在市府所有同仁的努力下 协助他完成对市民的承诺 让金融城市翻转 也让市民恢复光荣感与自信心 在卸任前夕 开心的与200多位金融市政府 同仁进行大合照 金融市长林友昌感性的表示 市长有任期但是朋友是一辈子 他与所有市府同仁的伙伴 及朋友关系将永远维持 不觉得大家其实很开心 然后大家一起合照 因为当市长是有任期的 但是团队跟朋友的情谊 是一辈子的 所以我跟所有这八年来 一起打拼的市府团队 不只是长官跟部署的一个关系 其实更是伙伴跟朋友的关系 所以这份情谊 我相信也会在12月25号 我卸任之后 会永远远远的一个 这个维持下去 所以我非常感谢 非常感恩 有这个机会 跟所有的团队一起打拼 至于八年的任期 最让牛昌感到高兴的是 完成了对金融市民的承诺 让金融市翻转蜕变 更让金融人有光荣感 对身为金融人感到骄傲 我记得我在八年前上任的时候 金融市基本上是一个 百费待取的一个城市 那失业率 离婚率 自杀率也最高 负债也是有史以来最高 不过这八年来 我们翻转了这一切 另外是那个时候 我许下一个愿望 就是希望让所有金融人 都能够变成是 骄傲光荣的金融人 我想在八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做到这一点 这是我觉得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接受市长英雄铁邀约 从高雄北上到金融推动 城市观光行销 很获好评的金融市政府 观光及城市行销处长曾志文 也很有同感的说 来金融交了许多好朋友 还笑称自己都被金融的美食喂胖了 一样都是港口的城市 我们的市民都是非常的热情 而且是非常open minded 然后能够接受 那我想这一点呢 也是我们在行销观光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我觉得个人的北漂 那是一件事 但是我觉得来到这个城市 能够有很多这些好朋友 然后大家变成了 从不认识 然后变成好朋友 然后来到这里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可能还胖了不少 因为人美食实在太多了 对外界路革的说法 牛昌再次感谢大家关心 表示人民需要他做什么 他就会去做 强调卸任前就是把握每一天 把金融市长这项工作做好 其实我从来就不会去 预设自己的下一步 比较重要的是 民众或者是人民需要我做什么 那需要我做什么 我就来扮演这个角色 或者哪里需要我 我就往什么地方去 对我来说 12月25号之前 我的身份跟我的工作 都还是金融市的市长 那我们会把握住每一天 把市长的一个责任 还有市长的一个工作 把它做好 牛昌也分别与市属各级学校校长 及各局处同仁合照 还罕见的戴上墨镜 展现帅气的一面 牛昌再次感谢 所有市府同仁的支持 也期待自己最爱的家乡基隆 能继续前进 成为更好的城市 记者张祈腾 金融报道 另外针对市政交接的问题 金融市长林又昌证实 12月15号将与金融市长 当选人谢国良碰面商谈 其中在任内有重大进展的 金融捷运部分 林又昌强调 基捷不只提供市民便捷交通 更有助于金融与大台北地区的 产业及就业串联 期盼新市府团队能够接续努力推动 未来他不管在哪一个职位 也会尽力协助 恢复上班第一天 金融市长林又昌证实 将在12月15号 与金融市长当选人谢国良碰面 林又昌表示 祖随课便 看谢国良的需求 尽力提供协助 因为昨天我才刚回国 因为之前其实就讲过 等我回国之后再来约 所以我想就是看他有什么需求 或者说他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那就是刚刚讲过祖随课便 然后碰面的时候再说 至于外界关注的金融捷运最新进度 牛昌表示金融捷运在他任内已经有重大进展 期盼新的市府团队继续推动 很高兴在我的任内 虽然没有办法动工 不过有很大的一个进展 包括这个环境影响评估 应该最近也快要完成 另外是中俄规划的定案 也会在明年的第一季左右 也会完成 我想这是历史的一大步 那大家有共识 不管是金融市台北市还是新北市跟交通部 那大家有共识要全力来推动金融捷运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力量跟讯息 所以我当然也希望未来新的一个团队 能够继续下去 牛昌也再次说明 金融捷运不只有助于市民通勤交通 更重要的是串联大台北地区产业与就业 对金融市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大家还是有误解 以为这个捷运只是为了通勤 其实并不是 它其实是为了去完善整个大台北首都圈 都会的一个机能 它不只会改善金融的交通 它更重要的会把金融跟整个大台北的一个都会 跟产业还有就业的一个能量会串接起来 这个是未来金融很重要的一个建设 那当然希望未来团队能够加油 那未来我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工作会的职位上面 我也会尽我的能力来协助 牛昌强调对新的金融市政府团队给予祝福和加油 期待他们更加努力 不辜负市民的付托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您知道在欧洲有专属于耶诞节庆的面包吗 基隆有烘焙业者多年制作意大利的潘尼朵尼 当配饼干及礼盒要传递给消费者满满的幸福 食用天然酵母 意大利面粉 优格及牛奶揉制而成的面团 加入精心蜜漬的水果与酒漬葡萄干 严格控制时间与烘烤温度的意大利潘尼朵尼出炉 一口咬下松软水果香 感受到浓浓的椰蛋气息 我们每一年一定会推出的圣诞节面包 意大利发酵面包也是我们店的经典款 每年的圣诞节我们都会购买 因为它吃起来有酒香味 那很适合在过节的时候跟家人一起分享 还有姜饼仁巧克力拐杖饼干 精心调配的面团发酵烘烤 要传递满满的趣味与幸福 拐杖饼干有改良过 那其实国外都做拐杖的糖果 那它比较甜 那我们今年呢 把我们的饼干的口味 做到拐杖饼干去 我们也把它做成不甜不腻 然后是我们店里好吃的 口味的饼干去改良式的拐杖饼干 那我们还有做一款姜饼仁 姜饼仁是用 一般姜饼仁其实都不太能吃 它只是有点辣辣的还有姜的味道 我们用巧克力的饼干 然后用我们店里最好吃的奶油饼 去把它做成姜饼仁 那我们还有草莓季也到了 所以我们圣诞节跟草莓季是一起的 我们草莓季也推出柠檬酱 然后配上新鲜草莓 然后还有挤上一条苦力母 所以在草莓季的时候 跟圣诞节我们一起推出 那我们也推出了起司慕斯的草莓蛋糕 那上面加了覆盆子果冻 那一般其实都吃草莓 然后还有布丁 那你可以吃到草莓的果冻 然后加香草蛋糕的味道在里面 今年业者也推出了椰蛋礼盒充满器 很受顾客青睐 我来买这个 这里面有姜饼仁还有馆杖 还有圣诞节的面包 可以自用或是送礼都很不错 里面有饼干 有面包 然后也有蛋糕 我们都做低糖的 然后比较健康 那吃了就会觉得 圣诞节的感觉快来了 欧洲经典的后备美味 传递着满满的幸福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 讯息查证 加入 LINE 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 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 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My Go Pen 同样加入 LINE 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勾片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 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 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 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 对抗病毒正向防疫